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世界最值得你去的地方,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在大笨钟下一只鸽子学时钟滴答,二游客模仿大笨钟走路,左脚卡住了,三因为街头一人扮成大笨钟,时钟指针不动了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在大笨钟下一只鸽子学时钟滴答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充满失忆的场景,在大笨钟下一只鸽子学时钟滴答 首先,我们的认识一下这位名人,大笨钟 大笨钟,或者更正式地称为伊丽莎白塔,Elizabeth Tower,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座钟塔 而它最著名的剧名就是那巨大的钟,人们俗称它为大笨钟,Big Ben 这座钟塔不仅是英国的象征,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现在,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在这座高耸入云的钟塔下,一只鸽子正傲然地站立住 鸽子,这个城市的常客,似乎对周围的喧嚣毫不在意 它的注意力完全被钟塔上那规律的滴答声所吸引 这只鸽子,我们可以幻想它是一位实践的学生,正试图学习这个巨大时钟的语言 但是,让我们面对现实,鸽子学不会时钟地滴答 它们没有学习时间的概念,更不用说从一座钟塔上学习了 然而,这个场景却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时间和自然的和谐共存 这只鸽子,无意中成为了人类创造,大笨中与自然界,鸽子之间巧良的象征 这个场景也许会让人想到时间的相对性 对于忙碌的人类来说,大笨中的滴答声是日常生活的节奏,是不断前进的时间的象征 而对于这只鸽子来说,这滴答声可能只是背景噪音,或者是一种安抚它们在城市中生活的乐章 最后,如果我们要给这个场景增添一点幽默感 我们可以想象这只鸽子是一位自命不凡的时间管理顾问 它站在那里,用它的鸟眼观察住人类如何奔波于时间的压力之下 它可能在想,这些人类真是奇怪,总是在追赶时间 而我只需要在这里踱步,等待下一顿食物,从天而降 总之,这个场景是一个美妙的隐喻 提醒我们即使在最繁忙的城市中,也能找到自然和时间的和谐之美 而那只鸽子,可能只是在寻找一个好地方休息 完全不在乎它正站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标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游客模仿大笨钟走路,左脚卡住了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位不幸的游客 他试图模仿伦敦的大笨钟Big Bang的走路方式 结果左脚卡住了 首先,我们的承认,这位游客的创意是值得赞赏的 毕竟,模仿一座钟楼的走路方式并不是你每天都会看到的行为 大笨钟,这个名字其实是指钟楼里的大钟,而非整座钟楼 它是伦敦的象征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时钟之一 这位游客试图以人的形式诠释这座建筑 这本身就是一种跨世代的艺术表达 将近泰的建筑物转化为动态的人类行为 不过,这位游客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大笨钟是一起精准无误的时间而闻名 而人类的模仿往往是有瑕疵的 当它的左脚卡住时,这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困境 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它试图模仿的对象是一个代表注视 坚准确信和可靠性的符号 而它自己却因为一个小失误而停滞不前 这个情景让我们想起了历史上的许多类似状况 其中,人们试图模仿伟大的事物 却因为某些小差错而终成笑柄 比如说,中世纪的炼金术士试图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 结果却发现自己的钱包变得更轻了 或者是那些试图征服自然力量的发明家 最终发现自己不是在飞翔 而是在自由落体运动 当然,这位游客的遭遇也提醒我们 旅行中的小插曲往往会成为最难忘的回忆 他的左脚卡住了 但他的故事却在我们之间流传 成为了一个关于冒险,模仿和意外的有趣一事 这也许会让他在朋友圈里的名声 比大笨中的钟声响得还要远 最后,我们可以从这位游客的经历中学到一个历史的教训 不管你多么想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有时候保持自己的步伐 不要过度模仿 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毕竟,历史是由那些敢于原创 而非仅仅模仿的人们所书写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位街头艺人扮成大笨钟 时钟指针不动了 好吧 让我们将时光的齿轮倒转一下 想象一下这位街头艺人的状况 这位艺人 我们就暂且称他为时光先生 他决定扮成一个活生生的大笨钟 这本身就是一众对实践的艺术表达 但是 当他的时钟指针不动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机械故障 而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历史时刻 首先 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情景 在古代 时间的计量并不像现在这么精确 一个不动的时钟指针 或许会让我们想起中世纪的日轨 当阴云密布时 时间仿佛静止了 时光先生的静止指针 无意中模仿了这种古老的时间静止感 再来 从一个文化评论家的视角 这位艺人的表演可能是对现代社会时间观念的一种讽刺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我们都是时间的奴隶被紧紧的绑在秒针上 时光先生的指针停止了 好像在说 放慢脚步吧 人们 欣赏一下周围的世界 这是一种对抗世间压迫感的静默抗议 最后 从一个幽默主义者的视角 这位艺人的困境也许是对那句老话的最佳诠释 即使是大笨钟 一天也会有两字是对的 不过 对于时光先生来说 他的时钟指针永远停在那一刻 所以他是永远正确的 或者永远错误的 这取决于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还是悲观主义者 总之 这位街头艺人的表演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 它触动了我们对时间 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思考 而他的不动指针 也许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小传说 提醒我们 即使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有时候停下来 也是一种前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小孩以为大笨钟是时间机器 试图转动指针 哈哈 这个情景真是既可爱 又充满了想象力 想象一下 一群天真无邪的小朋友 站在伟大的大笨钟 Big Bang 钱 眼睛闪闪发光 充满了对科幻故事的好奇 和对历史的敬畏 他们可能刚刚看完一部 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 或者听了一个 关于古老魔法时钟的故事 于是他们决定亲自试试看 能不能通过转动那些巨大的指针 来穿梭时空 首先 让我们来点历史背景 大笨钟是位于英国伦敦的国会大厦 Palace of Westminster的一部分 它的正式名称其实是伊丽莎白塔 Elizabeth Tower 而大笨钟是指钟塔内的巨大钟灵 这座钟塔于1859年完成 以京城为伦敦的象征和英国的文化标志 现在 让我们回到那群充满幻想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不知道 大笨钟的指针 是由一个精密的机械系统控制的 而且这个系统是被严格保护起来的 以确保时间的准确性 但在他们的想象中 这些指针就像是一个神秘的控制面板 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转动它们 就能开启通往过去或未来的大门 想象一下 如果它们真的能够转动指针 那会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场面啊 时间可能会被扭曲 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而我们这些历史学家 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学习一切 因为过去的事件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了 不过 幸运的是时间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操纵的 而大笨钟也不是HG Wells笔下的时间机器 最后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儿童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它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未知的探索欲 是我们应该珍惜和鼓励的 即使大笨钟不是一台真正的时间机器 但它确实承载住历史的记忆 见证了无数的时刻 而对于那些小朋友来说 谁知道呢 也许在它们的梦中 它们已经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时空之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侣在大笨钟下错过彼此 因为都看错时间 啊 这个故事可真是古典浪漫与现代困境的完美结合 想象一下 伦敦的心脏的带 大笨钟也就是伊丽莎白塔 其中称为大笨钟 下一对情侣约定相见 这座钟塔不仅是时间的守护者 也是无数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浪漫邂逅的见证者 然而 这对情侣却因为一个时间上的小错误而擦肩而过 想象一下 它们可能都是历史爱好者 对于大笨钟的历史津津乐道 一方可能认为自己是准时的 因为它参考的是格林威之标准时间 毕竟 这是从英国发源的全球时间标准 而另一方可能依赖的是 它那古董怀表的时间 这怀表可能是从为多利亚时代就开始走的 比大笨钟慢了五分钟 它们在大笨钟下错过 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误差 也许还因为它们都太过沉迷于周围的历史氛围 它可能站在那里 想象诸位斯敏斯特宫的历史变迁 从撒克逊时代的教堂到现在的哥特市建筑奇迹 而它可能在想象住过去的政治家和世人 是如何在这些街道上走过 留下了它们的足迹和故事 最终 它们都错过了对方 但这个小插曲也许会成为 它们爱情故事中的一个趣味章节 毕竟 爱情中的小挫折 往往会增添关系的情趣和深度 它们将来回忆起这一幕时 或许会笑着说 那天在大笨钟下 时间让我们错过了对方 但命运最终还是将我们紧紧相连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约定 仍然可能因为一些简单的失误 而受到影响 所以 下次当你在大笨钟下约会时 不妨多确认一次时间 或者 更浪漫的是 直接约定一个不容错过的吻 这样无论时间如何流转 你们都不会错过彼此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摊贩卖假的大笨钟手表 鸟真是小鸽子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现代市场现象 摊贩卖假的大笨钟手表 而且鸟真是小鸽子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现代仿冒品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创意和幽默 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的例子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大笨钟的历史 大笨钟 或者更正式地称为伊丽莎白塔 Elizabeth Tower 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个著名地标 其内部的钟被称为大笨钟 Big Bang 这座钟塔自1859年起 就开始即时 成为了时间的象征和英国文化的一部分 现在想象一下一位摊贩在街头卖住假的大笨钟手表 这些手表不仅仅是仿冒品 它们的秒针竟然是一只小鸽子 这里面有几个有趣的层面 依新号新号创意的表达新号新号 这种手表的设计者无疑是一位创意大师 他们将大笨钟的威严与小鸽子的轻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一种既不是幽默感又带有一定讽刺意味的产品 二 信号信号文化的混搭信号信号 大笨钟代表着英国的传统和正统 而鸽子在许多城市中则是普通而又无处不在的存在 将这两者结合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混搭 这种混搭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越来越常见 三 信号信号对时间的玩笑信号信号 手表是用来计时的工具 而大笨钟是时间的象征 当你看到秒针是一只小鸽子时 这不仅是对传统计时方式的一种戏血 也许还隐含着对于时间飞食如同鸽子飞翔的失意比喻 四 信号信号是厂经济的反映信号信号 这种假冒手表的存在也反映了 是厂经济中工需关系的一个侧面 摊贩之所以会卖这样的手表 是因为有消费者愿意为这种幽默和创意付费 最后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 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幽默和创意总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欢乐 就像这些带有小鸽子秒针的大笨钟手表 它们可能不会告诉你最精确的时间 但它们肯定能够在你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人在大笨钟下放风筝 结果缠在了钟塔上 好吧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在伟大的伦敦地标 大笨钟 其实正式名称是伊丽莎白塔 但大家都习惯叫它大笨钟 下一位风筝爱好者怀著对飞翔的梦想 放废了它的风筝 这本应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 然而 历史总是喜欢开一些小玩笑 风筝竟然一头扎进了钟塔 与时间的象征 大笨钟缠绕在了一起 首先 这位风筝爱好者 无疑选择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地点 来进行它的休闲活动 大笨钟自1859年起 就守护住伦敦 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 从为多利亚时代的 繁荣到二战期间的轰炸 它一直在那里 坚定不移地暴施 而现在 它又有了一个新的故事 成为了一个不情愿的风筝收藏家 这个事件也许会让我们想起那些 在历史上因为意外而闻名的小插曲 比如 想想 那位在1912年不小心把自己 锁在厕所里 从而错过了 泰坦尼克号的航行的幸运家伙 或者是那位在1945年 飞越俄亥俄洲时 不是让一只火机撞进飞机引擎 从而引发了 现代鸟机测试的诞生的飞行员 当然 对于大本钟来说 这次风筝事件 可能只是 它长久历史中的一个轻描淡写的足助 但对于那位风筝爱好者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它不仅与历史 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也无疑成为了 当天游客和社交媒体的焦点 最后 这个小插曲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 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小角落里 意外 总是会发生 它们有时会带来麻烦 有时则会带来欢笑 而我们的风筝爱好者 也许会在下次放风筝时 选择一个远离历史古迹的开阔场地 以避免再次成为意外的主角 不过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次的风筝冒险 又会在某个角落里 无意中编织出一段新的历史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位老太太在大笨中下等公车 却等到了婚礼花车 好吧 让我们江世光的齿轮稍稍倒转 想象一下这位老太太的故事 在伦敦的新藏地带 有一座世界文明的钟楼 人们称之为大笨中 这座钟楼其实是伊丽莎白塔的一部分 而大家俗称的大笨中 其实是指钟楼内的巨大钟灵 但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主角来说 可能并不那么重要 对他而言 大笨中下的公车站 是他每周的旅程起点 也许是去参加桥牌俱乐部 或是去市场采购新鲜的蔬果 然而 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里 我们的老太太携带着她的购物袋 如往常一样 来到了大笨中下的公车站 她等啊等 期待着那熟悉的公车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但是 时间慢慢流逝 公车却迟迟不来 就在这时 一阵喜悦的音乐和欢笑声打破了平静 一辆装饰住鲜花和缎带的花车缓缓驶来 停在了老太太的面前 这是一场婚礼的花车 新郎新娘在车上向人群挥手 脸上洋溢住幸福的笑容 老太太有些错愕 但很快她的嘴角也露出了微笑 她可能在想 这比等公车有趣多了 毕竟 谁会想到在等公车的时候会等到一场婚礼呢 这种意外的惊喜 就像历史中的许多偶然事件一样 有时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转变 老太太或许会回家 向她的邻居和朋友们讲述这个小插曲 作为一天的趣闻 而我们作为历史的观察者 可以从这个小故事中提醒自己 历史不仅仅是由大事件构成的 有时候它也是由这些小而美好的瞬间编织而成的 所以 下次当你在等待某件事情的时候 不妨放松心情 也许生活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就像给这位老太太送来了一场婚礼花车一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游客试图用自拍棒拍整个大笨重 棒子不够长 好吧 让我们来谈谈这位游客和他的自拍棒 以及他们如何试图捕伦敦的巷子 大笨重 这个故事可是充满了现代科技与历史建筑的悲喜交加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大笨重 这位英国的老朋友 大笨重 或者更正式地称为伊丽莎白塔 Elizabeth Tower 是位于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一座钟塔 而大家常说的大笨重其实是枝塔内的巨大钟灵 这座塔建于1859年 高达96米 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现在 想象一下这位游客 他满怀兴奋地来到大笨重前 准备用自拍棒捕捉这个历史时刻 他伸长自拍棒 举起手机 然后 啊哈 问题来了 大笨重实在是太高大了 而自拍棒 哦 这可怜的小东西 显然没有足够的长度来涵盖整个钟塔 这就像是试图用一根吸管 和一个游泳池里的水 或者用一把小勺子 想挖穿一座山 这位游客的自拍棒在大笨重面前 就像是一根牙签 站在一棵古老的橡树旁边 这是一场现代科技 对抗历史建筑的战役 而结果似乎是一面倒的 但别担心 这位游客并非没有选择 他可以退后一些距离 让大笨重完整地进入镜头 或者找一个好心的路人帮忙拍照 当然 如果他坚持要用自拍棒 那么也许他可以拍摄 一系列的大笨重局部特写 然后回家后 用拼图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科技多么先进 有时候他们还是无法完全替代 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 而且 他也提醒我们 当我们站在伟大的历史面前时 有时候最好的做法 就是放下手中的科技 用我们的眼睛和心灵去感受 和记录那份壮力 毕竟 没有什么自拍棒 能比得上我们对这世界的深深敬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笨重的钟声响起 一只猫吓地跳进了游客怀里 当然 这位教授我会这样开始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著名的伦敦地标 大笨重 以及一只因其钟声而成名的猫 大笨重 这个名字其实是对伦敦西敏宫中塔的一众俗称 而真正的名字应该是伊丽莎白塔 Elizabeth Tower 不过 由于大众的声音洪亮震撼 人们便习惯了这个昵城 这座钟塔和它的大众于1859年开始运作 自那以来 它的钟声就成为了伦敦的象征之一 想象一下 这个钟声已经在泰晤士河畔回想了一个多世纪 见证了无数的历史事件 从为多利亚时代到现代 从二战的轰炸到21世纪的奥运会 但是 让我们来谈谈那只猫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晴朗的下午 当时大笨重的钟声如气而至 响彻云霄 这时 一只在附近悠闲散步的猫 被突如其来的钟声吓了一跳 它的反应是如此迅速 以至于在场的游客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那只猫已经跳进了一位游客的怀里 这位游客显然没有预料到会成为一只惊恐猫咪的临时避难所 它的反应是既惊讶又好笑 这个小插曲很快就在在场的人群中传开 成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这只猫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惊慌失措而被记住 更因为它无意中提醒了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历史地标 也有它们轻松 人性化的一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不仅仅是关于建筑和事件 它也是关于那些生活在其中的生命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每一次大笨钟的钟声响起 都是在提醒我们 历史是活的 它在每一个小故事中继续流动 就像那只猫在游客怀里寻找安慰一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所以 当你在大笨钟前停下脚步 聆听那震撼人心的钟声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物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独特的经历 而我们作为历史的观察者 应该珍惜这些小小的瞬间 因为它们也许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最好窗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位艺术家在大笨钟下涂鸦 画出了一幅壮丽的图案 哈哈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场景 想象一下 一位艺术家站在大笨钟 正式名称是伊丽莎白塔前 手握着画笔 开始在她的表面上涂鸦 她的手舞动着 笔出似乎带有魔法般的力量 画出了一幅壮丽的图案 大笨钟的钟塔上 绘制着精美的图案 彷彿一个巨大的画布 呈现出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意的世界 这位艺术家可能描绘了一个梦幻的城市 或者是一幅关于时间流逝的抽象画 无论她画了什么 这幅图案无意为大笨钟 增添了一份独特而壮丽的美感 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许多 关于艺术和历史的故事 在很多古老的文明中 艺术家们经常在建筑物上涂鸦或雕刻 以展示他们对世界的想象和创造力 这些涂鸦和雕刻 成为了对当时社会和文化的见证 同时也为后世的人们 提供了一个窥探过去的窗口 这位艺术家的作品 也许会成为大笨钟的一部分 成为了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 建筑的一个小小的创新 或许 她的作品会在游客中 引发一阵惊叹和讨论 成为他们旅行中的一个亮点 无论这位艺术家创作了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艺术和历史总是相互交织的 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 为历史增添了一份 独特的美感和意义 而对于我们这些观察者来说 我们应该珍惜这些艺术作品 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见证 也是我们对未来的启发 所以 当你下次站在大笨钟前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位艺术家 你会在她的表面上画些什么呢 你会用什么颜色和笔触 来展现你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和创造力 让我们一起探索艺术和历史的交汇之处 并为这个美丽的世界 增添一份独特的光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位年轻人在大笨钟下提出了婚礼求婚 女友答应了 哈哈 这个场景真是太浪漫了 想象一下 一位年轻人带着她心爱的女友来到大笨钟 正式名称是伊丽莎白塔下 准备给她一个惊喜求婚 她下跪在大笨钟前 掏出一个闪亮的戒指 激动地问道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女友的眼睛闪闪发光 她深情地看着男友 然后笑着点了点头 回答道 是的 我愿意 她们相拥在一起 大笨钟的终生 彷復成了她们爱情的见证者 为这一刻增添了一份神圣和浪漫 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 那些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求婚 而改变人们一生的瞬间 大笨钟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标 见证了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 这个场景只是其中之一 这对年轻人的故事 也许会成为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她们将来回忆起这个时刻时 也许会笑着说 我们是在大笨钟下开始我们的浪漫旅程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爱情总是能够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开花结果 而大笨钟 这个历史的见证者 为这段爱情故事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浪漫和祝福 所以 当你下次站在大笨钟前时 也许你会被这个浪漫的场景所感动 并希望自己也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位老人在大笨钟下演奏小提琴 吸引了一大群观众 哈哈 这个场景真是太美妙了 想象一下 一位年迈的音乐家 站在大笨钟正式名称是伊丽莎白塔下 轻轻地把小提琴抬到肩上 然后开始演奏优美的乐曲 他的音乐在大笨钟的阴影下回荡 吸引了一大群观众围观 人们停下脚步 聆听着这位老人的音乐 他们被他的技巧和情感所打动 这位老人 彭扶把他的灵魂注入了音乐中 每一个音符都彭扶是他对这个城市和历史的爱的表达 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音乐的魔力 它能够打破时空的界限 让我们联系到历史的深处 这位老人的音乐 在大笨钟前 彭扶成了一个乐章 为这座历史建筑 增添了一份优雅和艺术的氛围 这位老人的表演 也许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他将来回忆起这个时刻时 也许会笑着说 在大笨钟下演奏小提琴 是我音乐生涯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音乐有着无穷的力量 它能够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唤起我们心中的共鸣 而大笨钟 这个历史的见证者 为这位老人的音乐 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神圣和美感 所以 当你下次 站在大笨钟前时 也许你会被这个美妙的场景所打动 并希望自己 也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之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位年轻人 在大笨钟下 开设了一个咖啡摊 好吧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咖啡摊 以及他在伦敦的心脏地带 选择开设生意的勇气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大笨钟的历史和地位 大笨钟 或者更正式地称为伊丽莎白塔 Elizabeth Tower 是位于英国伦敦 威斯敏斯特宫的一座钟塔 而大家俗称的大笨钟 其实是直塔内的巨大钟灵 这座钟塔 建于1859年 高达96米 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现在 想象一下这位年轻人 他拥有一颗创业的心 和一个大胆的梦想 他选择在大笨钟的附近 开设了一个咖